自己艺人杨佑颖、Cindy 礼拜二下午被家人发现 她躺过在自家的床上 疑似亲生寻短 上午她的哥哥召开了记者会 在镜头前哽咽落泪 她公布了妹妹寻短的真相 而罪魁祸首呢 就是网络上秘名的恶意言论 虽然杨佑颖跟家人 好几次寻求医疗的协助 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办法阻止 憾事发生 自从事件发生之后 我妹的手机一直传来 大家平安慰的讯息 我们无法解锁 更舍不得关机 希望能让我妹能够感应到 其实爱她的人 远比抹黑她的人多很多 好吧 你现在知道了吗 想到妹妹再也无法再见到 关心她的亲友们 杨佑颖的哥哥不禁哽咽 艺人Cindy 杨佑颖 星期二下午繁琐在台中住家 经销破门后发现她倒卧床上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当时哥哥焦急冲下楼 要赶紧将杨佑颖送医 但是送到医院时早已回天乏术 年纪轻轻的一颗心就此陨落 没人想过笑容爽朗的她 会走上轻身之路 台湾看到 然后在终于节目会把人逼疯了 这一段已经疯掉了 这一段是怎么样发响的 就是 就是因为我本身没什么才艺 可是就想说隔天有一个跳舞的帅哥 这样是我就把我警惠的动作 编成一个小型 本名彭新义的杨佑颖 在节目上总是不计形象伴丑 朋友们留下开朗活脱的印象 大学时期在综艺节目出师提升 之后陆续接棒主持节目 家人支持 父亲彭作奎更曾经到节目上鼓励他 才初次尝到走红滋味 近半年却招来匿名重伤 情绪起伏最大的原因 就是现在网路流行的污蔑式霸凌 这些匿名攻击 扭曲事实真相 与前因后果 就算他反驳 也可能会更加被排挤讨厌 而令他失望 网路上脸书抱怨社团 近半年陆续出现文章 持续攻击Cindy 各式各样的指控让他不堪其劳 最后Cindy本人也直接上去回应 希望能弄清楚 到底大家在说什么 抹黑造谣的人 很可能就是他身边的朋友 刊登出来之后 还反过来安慰他不要在意 让他非常苦恼 不知道可以相信谁 我们一直劝他放宽心 别去理 别去看 很遗憾他走不过这个关卡 他的哥哥说Cindy已经分不清楚 可以相信谁 五个月来多次到精神科 甚至自杀防治中心来辅导 但最后Cindy没有走出来 走上绝路 家人也在他的笔记本中 发现只字片语 虽然他一再勉励自己要努力工作 只是网络乡民的重伤 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最大困境 而悲剧之后 父亲彭作奎在脸书贴出 他与女儿的合照 写着真希望女儿永远不要长大 随时随地都靠在他的身旁 家人低调办理后事 不希望追究个人责任 而25号上午8点将会举行追思会 让爱他的人一起送Cindy 走完最后一程 就算了